主席 现在我要做一款的铅笔袋 所以我在这个紫形这里 我画24.5这样 然后这个是10.5 这个你自己喜欢 这个按照你的这个拉链的长度来画的 但我的拉链的长度是这个纸形 这样子 我是买了拉链才决定画纸形 这样会比较方便 要不然你要去找拉链会比较困难 你就先把你要的长度的拉链买回来 然后才来画纸形 然后要多大 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多大 那今天呢 这个我是用什么布呢 这个是旧的牛仔布 然后也是布布料不用去买 环保一点就是拿不要的布来做 这个是我自己画 我也没有留缝分 今天直接画两片 那么这个里布呢 我用这个棉布 也是水布来的哦 这个水布没有用了 就拿来做这个铅笔好了 那个里面放花布很好看 那么因为外面这里呢 会很单调 就是拉链在中间嘛 那么我会在这个旁边做点砖石 然后这个你自己喜欢 嗯 你要放低放高放中间都行 那么这个车 要先车缝就是这边折起来 就是先用这个熨豆烫 烫了过后呢 就把它车缝在这里两条线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呢 这一片 这一片是这样子折起来 然后也是车缝上面 一条下面一条压线 然后剪一半 就是等一下会放在这个 这个地方上面跟这个 拉链的上面跟下面 这地方哦 那么这个我就没有放铺棉 然后因为这个牛仔铺 会比较硬一点 所以会比较厚 所以我就不放了 如果你要放也可以 它会比较挺 这时候我要剪出这个中间点 就不画了哈 这样你就前面前面也看到 后面也看到 做一个记号 那么这个我就做了一些装饰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丝带 什么缎带都可以都可以 扯上去哦 那么这个我就剪一半 等一下就要扯 扯起来 就比较方便放这里 那么现在再把 把这个 扯过来 就是在拉链这里扯一条线 这边 扯一些然后 你要换一个 针车的角 就是车拉链的 会比较方便 你就扯过去线 那么这个也是已经是扯了的 那么就拿这个里布呢 再把它盖上去 再扯过去 那么现在呢 要在这边呢 压一条线过去 做好了过后呢 就把这个呢 开始连接在这边 所以呢 也是一样在这里 扯一条线 扯完了呢 就到这一面 这一面 翻过来 扯一条线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这里都扯好了 就拿刚才这个 把它车缝在 这边 就是铁的这个 后面一点 然后这个是在 这样像像里面哦 这边是开的 那么现在呢 要把这个拉链打开 然后才将这个粘合起来 扯 扯好了 现在要把它翻过来 就像大温一样 在这边 就像大温一样 然后就像大温一样 说是 的 一样 就像大温一样 就像大温一样 那样 就像大温一样 这个 那样 这种 所以要把它再翻过来这里 那么这里呢要找出它的这里半圈这样子啦 点一个点在中间 就是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后面也是 那么就折进来 这里有中间的鲜 用夹子固定 这边也是一样 下方也是一样 那么把它车起来 这里也是车起来 车好过后如果太厚就可以剪掉一些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剪掉一些 这蛮厚的 如果有车边机直接车边 如果没有呢就拿这个包边条 然后就把它包起来 就是这样子车车了过后跟它包起来 车车车了过后呢 要把它放过来 然后折 折过来呢 缝 来猫 这双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整理一下 那么如果你要长一点的呢 那你的拉链要买更长 那这个可以放原子笔 铅笔恐怕放不进去了 因为这个比较短一点 就这样然后就这样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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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